今天咱们简单做一个红烧猪尾巴 开动 先把姜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把咱们把空给它切成小段 接下来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蒜 来点干辣椒 接下来咱们先拿碰枪给它口一下 把些杂毛给它口一下 咱们先给猪尾焯个水 然后把猪尾给它下里边 给里边来点八二年自来水 接下来咱们给里边来点料酒 来点姜片和葱段 给它下里边 OK水开以后 咱们把这个猪尾的给它捞出 接下来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咱们给它炒个糖色 放上45粒冰糖 今天在PCC上买了一个这种伞的 然后这个油过来的尺寸 跟那个想象中的稍微不一样 大家多担待一下 咱们把糖熬的冒泡 我这走红色 就是大概是这个颜色 就OK了 一二三咱们下水 接下来咱们给里边放点葱姜蒜干辣椒 煎炒差不多 咱们给里边来点生抽 来一勺辣椒酱 来一勺豆瓣酱 接下来咱们给里边来点花椒 然后来点13香 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水 稍微来点老抽 来点蚝油 再给里边来点鸡汁 再来几片山楂 盖一块小火给它炖上两个小时 炖了一个小时 咱们把这个料给它剪一下 接下来小火再给它炖上一个小时 OK 咱们把这个 灶倒一下 接下来咱们简单炒一个小青菜 然后给锅里边稍微来点底油 然后拿油咱们给它滑一下锅 有热咱们给里边下点切好的蒜片 等它给它爆香以后 小油菜就下里边 稍微给里边来点生抽 来点盐 之后咱们给里边勾一勺薄馅 然后咱们给烧的差不多猪尾巴里边 稍微来点粉条 这是泡好的红薯粉啊 咱们拿小火给它煤上三分钟 哈喽哈喽大家好 哇天不容易啊终于搞定了 哇 给咱先尝一口 这个猪尾巴真的是炖的软糯Q弹 哇天这个猪尾巴真的是炖的软糯Q弹 一口下去 真的是幸福满满 ¡ 软软 来点亮点菜 这在四川叫节节香 果然名不虚传 今天我买到的猪尾巴 明显好像有点发育不良 没有他们的那么长 很难满足一般点的小伙伴 不过他短小净汗 哇 nice 就是今天的色一样微微的重 多用 这个造型多少有点像微型的主大 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以后 这胶原蛋白完全释放 而且表皮裹上满满的汤汁 这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总能让我感到莫名的兴奋 它们再来一颗 哇天这太过瘾了 而且它的表皮QQ弹弹 就跟我的皮肤一样光滑润泽 ый肥指 很 Clinical 脂弹 东西 韩国 哇天 这吸满了浓稠汤汁的粉条 哇 来点小油菜荤素搭配阴阳美味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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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太香了 接下来再来猪尾巴 这个虽然表面缺黑 但就跟我内蒙古天乐一样 一张缺黑的外表里面 是一颗乳卵的内心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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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